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 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20兆瓦兆瓦级的传用气轮机发电机组已经顺利通过鉴定,该气轮机发电机组由704所研发,采用了众多先进技术。 专家鉴定组一致认为该气轮机发电组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这一功率范围气轮机发电组的空白。 而这一技术极有可能会被应用到目前正在建造的003型航母上。 辽宁舰的前身乌克兰瓦良格号,自从中国开始着手改装从乌克兰采购的瓦良格号航母开始,中国在航母技术的积累上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2012年9月25日,随着辽宁号航母顺利服役,中国彻底终结了没有航母的历史。 而去年4月27日,中国首艘国产航母002型也顺利下水,目前经过数轮海事,很快就能装备部队。 届时中国将拥有两艘满载排水量超过6万吨的重型航母,而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两艘航母同矿照。 早在一个月前,就有官媒发声,中国新一代航母正在有序建造中,而这个新一代航母极有可能就是军迷们口口相传的003型航母。 很多人或许会疑惑,20兆瓦,兆瓦,的气轮机跟003型航母能有什么交集? 其实003型航母虽然建造过程严格保密,但是其效果图早就通过各种关系途径流露出来了。 该型舰最大的特征就是搭载了三勺电磁弹射器。 由于辽宁建核已经下水的002由于是滑跃起飞,并没有弹射器,所以能源消耗较少,主要通过一杆1500kW柴油发电机和涡轮发电机组来维持航母运行用电需求。 而电磁弹射器是航母上的耗电大户,如果按照辽宁建的供电系统肯定会出现电力不足的情况。 不仅仅是电磁弹射器的问题,003型航母体型要比前两艘航母大得多,建造中的003型航母预计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一旦建成将会是目前常规动力航母中排水量最大的一艘,其满载排水量超过辽宁建整整2万吨,这就使得其对电力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可以预见的是,新型003航母不但会搭载电磁弹射系统,还会搭载电磁阻拦系统,虽然不像弹射器那样耗电,但也是一个耗电大户。 蒸汽弹射试验和电磁弹射试验同步展开。 目前从相关资料来看,辽宁建一共有15台发电机组,其中有9台是涡轮机组,6台是柴油机组, 单台发电1500kW,也就是1,5兆瓦,所有发电机加起来也仅仅只有22,5兆瓦,而一台新型20兆瓦的气轮机发电机组就已经接近辽宁建的发电总和。 如果采用两台发电机组再加几台辅助发电机组的话,那么发电量相对于辽宁建来说就等于翻了一翻,而在效率上比辽宁建更高,足以满足电磁弹射和电磁阻拦的要求。 而且气轮机发电机组技术简单可靠,相对于柴油机来说其经济性非常好,可以和航母动力系统使用同一种燃料,不像柴油机还必须得单独储备柴油。 辽宁建气轮机动力使用的是重油,003型航母C巨图。 气轮机发电机组除了发电以外,用途非常广泛,如果适合动力航母的话,数台气轮机组组成的发电机组就可以让航母实现全电推进。 全电推进最大的好处就是动力系统可以随意布置或者是分散布置,不像传统动力。 由于主轴的限制,动力设备必须安装在靠近战舰尾部的舱室内,对战舰的抗损性也有直接的提高。 2月13日,韩联社报道了韩国海军在独岛,日本方面称为主岛,水域进行军事演习的消息。 据韩国海军披露的消息,从13日开始举行的独岛防御演习持续两天,韩国海空军和韩警力量军参与行动, 其中包括3200吨极广开土大王号驱逐舰等5-6艘舰艇,P-3C海上巡逻机,F-15K战斗机等4-5架战机。 从规模来看,韩国今年的独岛防御演习和往年是差不多的,不过这并不是韩国今年第一次在独岛搞演习。 今年6月份的时候,韩军也在独岛及周边海域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例行首岛演习,虽然韩国在独岛的例行演习历史悠久,但是每次举行此类演习,都会戳到日本的痛处。 这一次演习也不例外,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在韩国军演开启的同一天,日本方面通过位于首尔市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向韩国外务省提出抗议, 而日本外务省的金山县制亚州大洋州局局长也致电韩国驻日本公使表达抗议,声称对演习感到非常遗憾,且强烈要求停止军事训练。 显然,日本对于独岛的想法,和对于北方四岛的企图是一样的,不过控制北方四岛的是强大的俄罗斯,而控制独岛的韩国似乎相对弱势,因此日本的态度似乎显得强硬很多。 但是,韩国的独岛防御演习从1986年延续至今,基本上每年都是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举行一次,这些演习并没有因为日本的抗议而终止,这说明韩国也不愿在独岛问题上让步。 虽然对于独岛问题,日韩两国是各执一词,但现在实际控制独岛的是韩国,所以韩国是不可能退让的。 虽然和日本相比,韩国的军事力量确实不占优势,但是怎么说韩国也和日本一样,是美国的小弟。 有了和美国的关系,韩国的腰板自然也很直,日本平时可以依仗自己的美国小弟身份到处显示存在感。 但是这一招在韩国这里却行不通,毕竟双方的牌是一样的。 其实,在领土问题上,日本明显已经树敌过多了,日本现在和周边好几个国家都有领土纠纷,而且日本还侵占了邻国的岛屿。 这使得周边国家普遍对日本有警惕心理,就连最近和日本走得比较近的俄罗斯,也对日本保持防范。 虽然俄罗斯希望和日本达成和平协议,但是每当日本意图谈及北方四岛问题的时候,俄罗斯的态度就会十分强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甚至对日本发出强硬言论,声称日本必须承认战后结果,才能启动和平谈判。 由于苏联在二战结束之后占领了北方四岛,因此俄罗斯也继承了这些岛屿的控制权。 拉夫罗夫的言论,无非就是要日本死心,日本一意交好美国,却和周边邻国过不去。 这种远交进攻的政策其实可以说是下下策,因为美国其实只是把日本当成桥头堡,所谓的美日同盟关系,不过也是服务于美国自己的利益而已。 特别是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更不可能真的为了日本去强出头。 而对于像独岛问题这样的主权纠纷,美国也只会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去考虑回应措施。 美国不会关心独岛究竟是谁的,美国只会在意日韩两国哪个对自己更忠心。 所以,日本过于依附美国的结果,就是导致自己成了美国的棋子,没有主导性可言。 而日本否定历史,威胁邻国的行为,又使得大家都对日本有意见。 韩国敲打日本也不是第一次了,基本上每一年韩国都会敲打日本。 而韩国对日本意见为什么会这么大,无非也就是因为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侵略过韩国,让韩国民众遭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 韩国外长汤金和最近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通电话,还针对此前韩国大法院接连判决日本企业赔偿韩国劳工一事,要求日本妥善处理。 否则韩方将考虑冻结日起在韩资产,由此可见,韩日两国的心愿是很深的,独岛问题不过是一个缩影而已。 日本与其口口声声提抗议,还不如多反省自己做了什么,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为尊重原创,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敬请配合。 美国军舰真要进入黑海硬杠俄罗斯呢? 最近,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巡进入波斯湾,之前伊朗称如果伊朗运输不出邮区,将封锁波斯湾,而现在,美国军舰将从地中海经土耳其海峡进入黑海。 之前不少评论者与媒体称美国军舰不会进入黑海,这对已经控制本该两国共有的克斥海峡,准备将本该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与本土连城一片,并正在与乌克兰对峙的俄罗斯来说。 再就是,之前恶守俄罗斯波罗的海通道的爱沙尼亚召见俄罗斯大使,予以当面斥责,并与波兰联合声讨俄罗斯。 波罗的海立陶宛则直接表态将对俄罗斯制裁,除过美国法等已经开始军事行动。 最邻近野筹是俄罗斯的东欧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以及黑海东岸的格鲁吉亚似乎更愿意乘机开干俄罗斯。 下文来自长江新闻号。 近日,美国海军发出通告称,已经通知土耳其,近期将由美军军舰通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进入黑海巡逻。 美军第六舰队指挥官凯尔雷恩斯表示,随时准备响应,第六舰队将在黑海国际水域和空域开展巡航,保证地区安全。 12月5日,美国迈凯贝尔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彼得大地湾附近。 此前,俄罗斯一直宣称对彼得大地湾拥有主权。 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迈克马尔表示,本次巡逻是挑战俄罗斯过分的海上主权声索, 维护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对于美军近期的接连挑衅,俄罗斯方面也做好了准备。 近期,俄罗斯增派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驻守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 两艘改进型的基诺级潜艇也在近期开赴黑海海域,演练侦察,跟踪和对海。